九岁乔治王子拎得轻 拒绝为卡米拉提袍 戴安娜才是无冕之后 查尔斯的加冕典礼临近 几乎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但是糟心事也不少 除了梅根和哈里不断拆台 卡米拉王后也没闲着 简直就是英国版的宫斗剧 乔治王子目前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地位仅次于自己的老爸威廉王子 根据人物杂志爆料 乔治很高兴自己能出席加冕典礼 激动的心情也一直难以平复 查尔斯西下有五个孙辈 乔治作为嫡长孙 自然会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九岁的乔治王子会成为国王的侍从 穿过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 虽然乔治王子还是个孩子 但是却很拎得轻 在英国拥有海量的粉丝 卡米拉王后野心勃勃 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把自己的孙辈也安插在王室 想要在加冕典礼上大放异彩 刚开始卡米拉想得很美 想要乔治王子为她提袍 但是却遭到了言辞拒绝 不光威廉王子不同意 九岁的乔治王子也不愿意 等于从心底里不认可这个王后 因此尊敬和支持只是表面现象 威廉跟卡米拉的关系并不好 并且这种不满情绪 传递到下一代身上 由于卡米拉的出现 彻底破坏了戴安娜的婚姻 威廉和哈里的童年也成了噩梦 如今王室的下一代也成长强 乔治王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查尔斯国王很器重长孙 想让大孙子在加冕典里扮演重要角色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不得不感慨乔治王子真是沉得住气 就算自己是未来的君主 也没有沾沾自喜狂妄自打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乔治王子还是按时上下学 加冕日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正是因为在卡米拉碰了钉子 因此才让自己的孙子救场 女儿劳拉洛佩斯的双胞胎兄弟 儿子汤姆帕克鲍尔斯是三岁的儿子 三个孙辈一起为卡米拉提袍 从这些细节都能看出来 卡米拉并不受王室成员们欢迎 本来想要摆王后架子 让乔治为自己提袍 刀刀拒拒绝后脸面上挂不住 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的孙辈 现在白金汉宫方面已经开始彩排 工作人员和神职人员 已经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卡米拉作为唯一的女主角 没想到却在乔治这里吃了闭门羹 让不少读者直呼太解气了 为了庆祝加冕里的到来 王室公布了最新款的官方照 查尔斯夫妇又秀了一次恩爱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就算卡米拉被宠上天 真正的无冕之后也只能是戴安娜 目前王室已经发出了2000多份请柬 设计独特造型别致 有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凯特膝下的三个萌娃 都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加冕典礼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部 卡米拉的上位史一点都不光彩 高调介入戴安娜的婚姻中 甚至一度被大众咒骂为恶毒女人 然而查尔斯却色令止婚 一直把卡米拉视为白月光 反倒冷落原配戴安娜 只能说天道有轮回 就算卡米拉可以当上英国王后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在英国民众的心里 戴安娜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也是王后最合适人选